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来进行的是维积分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 曲面的面积 首先我们回到了 三度空间中的曲线来讨论 这个是参数式 三度空间的曲线 那么我们的参数 是用一个T来表示 那么现在我们更进一步 这是曲面 这是一个surface 那么我们就应该是没有办法 再用一个变数来表示了 我们要扩充扩充 我们可以采用是UV 就是两个参数来做一个表示 那么在空间上面的一个曲面 我们就可以用的是UV来表示 XYZ 那么这样子做来说的话 我们来看看右边这个图 这个是空间中的曲面的表达方式 那么这个图 我必须要跟各位同学做一下解释 这边来说 这边所有都是V等于Constant 这边是U等于Constant的 那么我们把一个曲面 把它分割成了好多好多的格子 这个是弯曲的 那我们来讨论这个点 这个点的话呢 是这个U等于Constant的情况之下 它的方向导数 V的对V来偏微 这个是对U来偏微 这个是V是Constant的 那么这是一个方向导数 它是一个向量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是切线的 切线的向量 切线的向量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Cross 那么根据右手定辞 我们来这个蓝色的去Cross 这个红色的部分 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个Cross的结果 我们称为公垂向量 什么叫做公垂向量呢 就是说它跟这个 是两个都是相互垂直的 垂直的 也就是说这个向量 跟这个的内积 统统都是0 那Cross的话呢 会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向内 一个是向外 在这边呢 我们未来要考虑的 那个Normal的话来说的话呢 原则上都是对着这个外面的 还有就是说 这个Cross出来的结果 叫做公垂向量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把它 加上的绝对值 一个向量的绝对值 它是一个数字 它的数字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的意义是 代表的是 这两个向量 所围出来的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这个以前在 应该在中学的时候 同学可能学过 二分之一 这就是 加了一个二分之一 就是围出来的 三角形的面积 如果我们不要二分之一 这就是我们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那么我们学会了 这样子的做法以后 我们就可以教各位同学 曲面的面积 我们怎么求 好 我们来看看曲面的面积 当然也要用到一些 微分的观念 现在我们画出了 刚刚其中一个 非常的薄的薄片 这个叫做UV 这是参数 这个是 多一个增量 U多了一个增量 叫做Delta U 这是AB 那这个AD的话呢 是V V的部分 多了一个增量 那现在我们来讨论的是 AB向量 跟AD向量 AB向量怎么写呢 我们两个相减 从后面减前面 后面减前面 那我们多除了一个Delta U 为什么除Delta U呢 是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Delta U是一个 很小的一个量 如果我们再除一个Delta U 这像什么 这刚刚好就是 对U的偏微分 那么我们把它乘过去 可以得到一个 非常漂亮的结果 这个向量 就是AB向量 就是等于 Partial R Partial U 乘上Delta U 那从另外一个来看 我们看AD AD是 增量是在V的这个地方 来 增量在V的这个地方 我们一样同理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这是 对V来偏微分 乘上Delta V 那么我们 我们刚刚才介绍过 如果我们两个去做一个 Close的话呢 从方向来说 它是它的 弓锤向量 从它的大小来说 长度来说的话呢 它就是它的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那么我们把面积算一下 那我们就进行的是 这两个Close 这两个Close 那么这是 这是纯量 我们把它写在外面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Delta S 也就是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薄片的面积 大约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 好 那现在我们把它写成一个积分式 Delta S 就是DS 这个大S 这个大S要记得 在小S的地方 我们在前面是弧长 大S我们这个叫做 那个曲面的面积 DS的就是面积 那S我们进行的一个积分的动作 然后这个是DU DV 于是我们导出了一个面积的公式 这是曲面的面积 那么我们要记得的是 如果S 给了一个方向 那是什么方向呢 就是这个方向 这是normal的方向 这个你同学要知道 就是公垂向量 这就是在那一点 它是 是跟它周边来说 是垂直的 就是所谓的法线向量 法线方向 那么我们在这个后面 我们将会写到 这个面积的写法 有人这样写 有人这样写 都没关系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知道 这是怎么导出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 用一个例子 来教各位同学 怎么样去算 一个曲面上面的面积 X等于cos U Y等于sin U Z等于V 那么范围 UV给我们了 要我们算这个范围间的 曲面的面积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题目 其实我们也未必会画图了 但是事实上 我们也不需要画图 我们就可以算出 它的曲面的面积了 那怎么写呢 来我们看一下 这是位置向量 就是XYZ 那同学看 写出来了以后 那么我们现在回忆一下 刚刚 曲面的面积 我们要什么 要对U来偏围 对V来偏围 做一个close的动作 那么我们现在来对U来偏围了 这个U对U偏围 这是负酸U 这是cos U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V跟U无关 变0了 第二个呢 对V来为分 对V来为分 那这是多少 这是0 这个是0 这是1 001 那么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 两个close close 好 close的话呢 怎么做 close的话呢 同学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很麻烦 也不要去背那个 那个IJK 那个没有用 因为实际的 它是可以来写IJK 然后两个写出来 可是实际的 让计算上来说 对我们来说没有帮助 我们实际计算就直接 照超 这个是三个component 我们就超两遍 来我们超两遍了 一遍 两遍 这个001 我们也是超两遍 对齐 001 001 超两遍 画两头 打三个X 然后得到什么结果 这是cosu 这个呢 0的话呢 这是siu 这个呢 是0 来我们写下去 cosu siu 0 close完毕之后 我们要进行的是 算它的长度 哇 算的长度太漂亮了 因为平方加平方 加这个平方 刚好就是e 那么我们一样的 曲面的面积 它是一个重积分 这是一个e 抵u抵v 所以我们现在一样的 v的范围是什么 0到1 e v到0到1 那么u呢 0到2π 0到2π 这边的话呢 积分的数字 是变1了 因为它的 它的长度 是等于多少 是等于1 所以这个答案是多少呢 这答案就是2π 所以这个曲面的 这个面积 这块面积是多少呢 是2π 那么我们就算了这个 用了这个立体来说明了 我们如何去操作 曲面面积的一个算法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的 就是空间上面的曲面 那么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 它需要的是两个参数 不论是uv 还是什么 其他的 我们用的其他的代号 但是记得 它一定要两个参数 然后 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这其实也是 这个中学的时候有教过的 Close 代表的是弓锤向量 这是A向量 这是B向量 A Close B 就相当于是 螺丝起子 A来去Close它 那么就在这上面 向前转 如果B Close它的话 就向下面了 那么 加上的绝对值 代表是什么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这是一定要熟悉的